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的话 中国女兰呢也正在休战期当中 那么在此前奥运会当中呢 我们确实取得不错的成绩 虽然说最终没有能够闯进一个八强 但是呢 我们总归来说 在前面面对澳大利亚这些对手呢 都毫不示弱 最终也是非常强势打败了这些强敌 那尽管我们最后呢 因为这个啊 主委会的一些啊 骚操作呢 也最终没有能够强势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但是总归来说呢 在本届奥运会 中国女兰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遗憾了 当然目前呢 其实啊 这一次的奥运会结束之后 那么对中国女兰来说呢 下一个阶段呢 也必须重新进行一些人才的选拔 来进行下一个奥运周期的一个备战 而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其实呢 有一个球员真的是备受很多球迷的关注 他也被看作是目前的中国女兰未来一个重大的一个希望之一 这个球员就是14岁的球员张子宇 我们知道其实啊 张子宇呢 虽然说目前呢 只是14岁 但是他的身高呢 已经是高达2米26 达到了姚明的最巅峰的一个身高 所以呢 这个身高啊 其实确实在整个中国女兰当中呢 都是非常亮眼的 因此呢 张子宇目前也被寄予了厚望 而且在此前呢 我们也知道在全国的一个全运会当中呢 一个人是砍下了40多分 所以呢 本身也看得出来这个球员的能力真的是非常不错 而他的潜质跟天赋呢 真的是非常优秀 只要能够好好去培养呢 将来一定是中国女兰一个非常好的苗子 还好就在最近呢 我们也看到了龚小兵呢 也是受到邀请了重磅出山 并且就在最近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他也是单独在辅导张子宇的一些 这个篮下的一些功夫 所以呢 其实啊 这样的一个动态也就表明说 目前中国蓝鞋啊 包括山东南南呢 都非常重视张子宇的一个培养 也邀请到了龚小兵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教练呢 来进行辅导 那么可以说其实本身张子宇呢 确实天赋不错 但是呢 也存在着一些啊 这个短板和毛病 所以这一次呢 那么龚小兵呢 作为一个主教练 清训的教练呢 重磅出山 能够去辅佐张子宇呢 那么其实对于中国的很多球迷来说 应该都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我们也知道龚小兵呢 本身是一个很出色的教练 在上个赛季其实也帮助山东南南呢 破天荒呢 获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如果说不是因为他个人呢 放下了一些问题的话 可能本赛季呢 依旧能够带着山东南南 获得更好的成绩 当然其实现在呢 能够重磅出山去辅佐张子宇呢 已经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 那么对姚明 对许立明来说呢 应该都是一个好的消息了 只要接下来龚小兵 在龚小兵的一个辅佐之下呢 张子宇的能力能够得到不断的提升 那么在三年之后呢 那么其实啊 张子宇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表现 好的提升的话 我相信呢 在此之后的巴黎奥运会 那么说不定中国女男这边呢 还能够得到张子宇的一个助力 那么到时候呢 我们整体的实力得到更好的提升呢 张子宇也能够帮助中国女男在本次 巴黎奥运会当中夺金 所以其实目前来看的张子宇也确实是我们整个中国女男的一个重大的希望之一 我们也希望呢 他能够在之后啊 好好的进行一些训练 进行培养 那么这样一来呢 提高他的整体数字 我们也相信将来他也能够成为中国女男的重要的预员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